2024呢这场选战至关重要 因为它关系的是台湾的未来 而此刻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AIT的处长孙小雅 他日前在台湾接受了美国全国公共电台专访的时候 孙小雅直言了 他说中国大陆自身呢也倾向合同 所以呢美国有信心 台湾并没有面对迫在眉睫的武力入侵的威胁 而这番言论呢跟参文总统还有国安局长先前的说法也是相符的 不过同一时间呢这个格拉伊等三名的美国重量级学者 是联名呼吁赖清德应该要考虑冻结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对此呢赖清德方面回应了 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清楚说明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这就是民进党现在唯一的态度 对此呢前立委郭正亮他也明白指出了 这个说法没有办法让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信服 美国对赖清德的压力恐怕会越来越大 卓龙泰那个本来就对内说的啊 美国那边根本不会过关啊 葛来仪他多了解民进党啊 他怎么不知道你有台湾前途决议文啊 你在骗谁啊 这个就像颜老师讲的嘛 就是美国他说不支持台独 那习近平就跟拜登讲啊 说那你要做给我看啊 那大陆的建议是第一个不要武装台湾嘛 那不然你就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嘛 那这两个问题美国都做不到吧 所以美国才会提这个案 那只是说先不由政府直接提出 知道那个文章的标题啊 你认真去看他的标题 他的标题是 美国不只要威胁中国 还要再保证中国 他写Reassure 他说Reassure China 那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要让中国相信 你美国没有再搞台独 所以他才提出这个建议啊 说那你民进党就把那个 跟台独有关的那个党纲 宣布作废吧 或者美国是没有讲要作废 他讲割制而已哦 那结果你卓龙泰 那你是在回应什么 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是 台湾前途决议文了 如果你现在是台湾前途决议文 那为什么赖清德还说 他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呢 那你到底在搞什么台独呢 他现在已经不说了 问题是他在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他在立法院背询 留下的是官方记录嘛 我跟你讲啦 以美国跟中国这样的大国 他们都是根据你的合法的记录 来看你这个人 你以前干过什么事 把你一天到晚这样讲台独干嘛 对不对 那还说等我去访问白宫的时候 就是我们使命完成的时候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你要跟美国建交嘛 那请问你是用什么建交嘛 那不是台湾吗 那这样不就是台独吗 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要以为你骗得过人家啦 所以卓龙泰就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外交人物啦 根本外交是零分嘛 美国要的东西赖清德自己听得懂 所以赖清德人家这样问他 他摇头就走啊 不回答啊 你如果都不回应啊 那你就等着变成美国官员开始说吧 那他一开始就会说 不署名了 美国官员表示 这美国人很会搞这个的啦 然后接下来就变成国安会表示啊 如果赖清德真的不幸当选啊 1月13到520中间 美国就会要求他做这件事 你如果不做这件事 那我还要把我的风险揽在你身上啊 所以为什么他要再选前讲嘛 就是你如果当选了 我拿你没办法啊 如果赖清德坚持不做 那搞不好他就来落实习近平要求那两点啊 我就停止军售啊 比如说今天刚传出来那个 172亿那个什么真诚飞弹 你就拿不到了啦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